奥利莫斯帕西1950年出生于伊朗德黑兰 他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 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 米尔塞帕西小时候就读于一所私立学校 在那里他学习成绩优异 并对阅读和写作产生了热情 后来他就读于德黑兰大学 并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米尔塞帕西当了几年记者 撰写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的文章 阿里米尔塞帕西阿里莫斯帕西在伊朗长大 因此对社会学和政治学产生了兴趣 他在那里亲眼目睹了1979年伊朗革命 和随后的两一战争期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这段经历激励他在学术界寻求职业生涯 在那里他可以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 研究和分析这些事件 阿里米尔塞帕西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中东宗教 政治和社会的交叉点 特别是伊朗 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伊朗革命及其后果 以及宗教在伊朗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的文章 阿里米尔塞帕西透过其在宗教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和中东社会学等领域的广泛研究和出版物 为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米尔塞帕西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重点 在于中东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阿里米尔塞帕西是伊朗裔美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 也是纽约大学阿尔伯特加勒廷中东和伊斯兰研究结束教授 他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社会学和政治学现状的看法可以概括如下 一、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研究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碎片化 导致缺乏跨学科的研究和协作 阿里米尔塞帕西的研究